大家好 欢迎大家现在回来 那么我们现在是在 硅谷的 硅谷创新频道丁丁电视的演播厅 跟 这个 长虹集团北美的总经理 图香博士一起跟大家来聊一聊 就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 中国的企业走向世界 其实我知道您加入长虹的时间不长 过去呢您自己也有过 创业的经历是吧 对的 首先非常感谢 感谢这个 丁丁电视台的邀请 答案是我来硅谷以后 认识的第一个最杰出的女婿 谢谢 另外就是这个 尽头前的那个 长江商学院的这个 企业家们 对吧 咱们的商学院基本都是在职的 这个学员 对 长江商学院是非常有名的 对 我觉得真的今天 在这样岳阳跟那个 长江商学的这个互动 我觉得非常有价值有意义 对 也非常高兴这个 昨天答案呢跟我说这个 关于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这个课题呢 其实是蛮大的一个话题 对 对 所以呢这个 我想也就是 来分享一下吧 就是我们 在这个整个这个过程过冲的一些 一些思考啊 一些发展啊 一些问题啊 和一些这个成长的这个机遇啊 我知道您是这个就是清华的校友 但清华你学的是自动化 之后呢在美国的这个 德州医学院又拿到您的博士学位 那是医学博士 那之后呢又创立三家公司 那么第一家公司在硅谷创立的 那么成功出售之后呢 回到中国作为海归 然后再次创业 之后呢又再 到了这个长虹 做北美的总经理 其实你这个前面已经有这样一个 一个就是经验和资历了 为什么又回到企业了呢 是这样这个 简单的说一下我个人的一个背景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的典型的一种 一种人生轨迹吧 在我这个年代的这个学生来说 就是大学毕业以后 来美国读博士 那为什么选择了医学院呢 那也有它的一些这个原因在后头 总的来说 我还是比较愿意去探索一些 比较新奇的东西 在这个美国毕业以后呢 在摩托罗拉工作了几年 后来就是99年的时候呢 就来硅谷和几个朋友 创办一家企业 企业后来也蛮成功的 那么大概是2005年左右呢 就搬回到北京去了 然后在北京呢又做了两家企业 14年的时候就两年前吧 因为家庭这个孩子们都都来读书了 所以也就回到了美国 就回到了硅谷 至于说为什么会选择藏红呢 是因为我自己呢 是在中美两个地方都学习过 然后也做过企业 非常了解企业的这个艰辛 那么对于中国企业的这个走出来 我认为它不是一个可选项 它是一个必选项 就中国企业要想做大做强 它必须得走出来 但走出来其实这里头的挑战是蛮大的 那为什么会选择藏红来 来继续我的一个职业生涯呢 更多的考虑就是 当然也有一些机缘在里头 但更多的考虑是 我觉得这个藏红是个典型代表 它代表的是一个大型的国有企业 非常强的制造业 然后它又有非常强的决心 想要走出来 走向国际 那这样的一个平台 我还是蛮感兴趣的 你刚刚讲到就是说 这个中国的企业 想要做大做强的话 走出来是必然 是必然啊 那么可能我相信 在深圳的这些长江的企业家呢 有一些的可能是 长虹的合作伙伴 长虹的上下游 或者是长虹的竞争对手 但是大家呢 走出来都是必然 但是长虹当时走出来的 这个基本诉求是什么呢 就像刚才这个 你在这个开场白介绍的 其实中国企业走出来的话呢 无非是三个需求 一个是技术 一个是人才 然后就是市场 那这也是企业发展的 三个核心技术 核心元素 一个企业要发展 你首先在自己的这个 企业内部 你必须有一流的人才 有一流的技术 那同时呢 你也需要一个广大的市场 那这个 这三个这个诉求的话 对任何一家企业来说 尤其是在这种国际化 非常的 普遍的这么一个 一个社会状态下呢 它是一个必然选项 长虹走出来 已经有超过三年的时间了 那么当初的这个诉求 跟这三年走过来的这个 你们有没有在期望值上 一个调整 期望值总的来说 应该说是没有调整 但应该是在这个 策略上有些调整 就是方式方法上 当初是怎么开始的 当初你们走出来的时候 是在14年对吧 14年长虹在北美 设立了这个分公司 当时是在 这个方向是怎么定的呢 其实当时呢 也是一个 主要是出于一个战略考虑 就是长虹这家企业 像我们这个年纪人 都比较熟悉 是一个非常老牌的 这个电子企业 这个长虹董事长 这个赵勇 也经常跟我开玩笑地说 说这个 在中国所有的这个 这个百强电子企业里头 长虹是唯一的一家 这个远离海岸线的 远离海岸线 为什么呢 因为是红彩虹 它在绵羊 在四川绵羊 四川绵羊 因为当时是个三线企业 所谓叫三线 我想那会儿 大家可能都清楚 就是中苏这个 这个边境紧张的时候 一批这个 军工企业 对 一批军工企业 搬到了三线城市 尤其是三沟沟里头 来确保它的安全 那么就是 所以长虹其实这些年来 已经非常意识到地域 对长虹的一个限制 它不仅仅是增加了制造成本 而且也对人才的流动 信息的流动 都是有一个局限性 所以这个赵董事长呢 就是一直在思考 长虹未来的发展的 这个方向 和如何让长虹 不被时代给淘汰 所以当时想说 那一定要走出去 走出去最早的诉求呢 大概还是两个 最主要的这个想法 希望到这边能够 找到好的项目 就是科技项目 找到好的人才 当时你们找好的项目 找好的人才的话 一开始的时候 怎么找的 找到了吗 可以说这个前面几年 都属于一个摸索的阶段 在这个海外设立办事机构的话呢 其实在战略上 我觉得大家都不会犯错误 都会知道说 在这个总的战略布局上 这么一个海外的机构 它应该承担了 一个什么样的职责 那在哪些方面是容易犯错误 你们犯了什么错误呢 我觉得呢 有两个方面呢 可能是一个 我觉得也是个必然的学习过程 我跟这个董事会的 这个成员交流的时候 我也经常举个例子 我说咱们这个小城市的人 到北京到上海 还得学习一段时间呢 何况是我们跨越太平洋 来到了美国这样的一个地区 尤其是硅谷这么一个 非常特殊的地区 你刚讲到很重要的就是学习 就学习这两个字特别重要 但要学的话 你会来了发现很多要学的 很多需要学 最后你们觉得最需要学的 到底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两点 第一 这个公司要有一个 比较长远的规划 就是我觉得很多企业 来到了这个国外 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就是他们以为 比如说跑到硅谷来 硅谷好像就是一个 满地是黄金的地方 随便来了就能捡到一个 这个叫做爆款产品 能够找到一个爆款技术 能够挖到一个这个 世界级人才 然后就把这个企业给做起来了 这个是我觉得是一种赌博心态 如果抱着这样的心态 来硅谷创办企业的话 失败的可能性比较大 我的这个一个建议呢 就是说来海外建立机构呢 一定要有一个长远规划 要稳步发展 首先要非常的清晰 自己想要什么 第二呢也要认识到 去得到你想要的 是你要在国外建立一套体系 对 长虹要得到想要的 在这个硅谷 在美国建立了一个什么样的体系呢 一开始我们是有点这个 给予求成的这么一个做法 那么建立这个 因为这个东西呢也是 我想所有企业都有这个过程 都是想要给予求成 结果发现预速不达 对 预速不达 那么我们长虹来到这个硅谷呢 一开始呢是也是非常的高举高达 那么在招聘这个管理人员方面 也是追求了这种高大上的这么一个规格 可能想着从大公司挖一个 已经有经验的人过来 对 很多公司来到美国都想这么做 对 挖一个这个 已经有客户 有关系 有经验的人 又在美国收过高等教育 尤其是这种名牌大学毕业的博士 然后又有很强的技术背景 然后又在大公司工作过 然后这样的人呢 必然会给我们带来一个 非常有益的项目呀 或者是挖掘到非常有益的这个潜力 结果呢 结果呢 曹洪肯定是在这方面 并没有达到它的预期 那其实从我个人的很多了解来的话 很多公司都没有达到的预期 因为在海外设立机构 它跟总部呢 它其实需要一个磨合过程 对 这个磨合不仅仅是对公司一些产品的理解 对公司的文化 对公司的体制 这个都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默契 另外呢 这种高大上的这个定位方式呢 因为不太了解国内企业的一些这种特殊状况 所以往往就会感到很多的这种挫败感 也就是说 其实在这边 挫败感来最快的并不是总部 是在这边的负责人 因为他来应聘以后 他一定会有非常非常高的期望值 总部对他也有很高的期望值 那往往的结果是 很难在短期内去达到这些期望值 所以呢 那就会出现很多很多这种 心态上的变化 那又长期不在总部 不能够进行一个每天的沟通 就在整个的这个公司的运营和发展上 就会出于偏差 这些偏差 很多情况下都是致命的 导致了这个人才的离去 你刚刚讲就是致命的 其实我知道在这边的 我们周围啊 尤其我们在这个硅谷的这个 中兴地带吧 我们周围有很多中国的企业 大型的中型的甚至小型的 走出来之后呢 其实都几乎就是走得顺的 几乎没有一个是走得顺的 甚至我听过这样的一个企业 就是来了之后呢 租了一个先租了一个很大的地方 然后呢这个就开始招聘 最后招了一 呼噜呼噜招了一群人 后来后来又把这些人 全部lay off掉了 是的 因为发现这些人不合适 对 然后呢这个本来是希望说 在这一年之内 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结果这一年呢 不但没有达到 而且还把很多钱给 这个白白烧掉了 也不能说白白烧 应该是交了学费吧 对 所以到最后呢 这个就考虑说 这个设立这个地方呢 可能要变一个小的地方 然后呢再把 就是当时很大的 就是很轰轰烈烈开始的那样的 到最后呢 就转战成就悄悄的 用很小的规模 然后就开始这样开始 变成办事错了 对 变成办事错了 对 所以的话就是 这个是一个好像 就是大家普遍会走的这样一路 还有一个就是 在硅谷的这个公司啊 它呢跟总部的交流 它没办法决策 所以很多时候 它也看着有机会 可是它在跟总部交流的时候 要等到批准呀什么的 往往错过了机会 这种事情也有 所以你在这边经历过的 这个就是说 最困难的是什么呢 让你觉得最痛苦的是什么 其实对我来说呢 我当时会接收这个 赵董事长的邀请 预期可能有着 因为其实这个 当时我们交流过 藏红前段时间的一些这个经历嘛 那我一点也不吃惊 因为这个都能看得到的 所以呢 你在这种公司本身的心态准备 和在这个当地负责人的这个招聘上 不能够有一个接地气的做法 它必然会产生一种负面效果 那么这些呢 因为我自己做过几家企业 其实这三家企业 基本上都是技术在美国 市场在中国 是往中国走的一个概念 但是你过去做的 都是技术在美国 市场在中国 但是现在呢 正好是相反 但是呢 它也是一种跨洋作战的 这么一个模式 所以对这里头 所会发现的问题 和会出现的状况呢 我还是有一些心理准备的 所以就是更多的是 在执行过程中呢 只不过有时候会感觉到 情况可能比我想象的 还要复杂一些 那么其实你真正的 去理解这种复杂性呢 你也会发现 它有它的一定道理 就是一个国有企业 一个60年的国有企业 它能够走到今天 它一定有它的一个成长轨迹 和它的一个生存的 企业文化 生存的原则 对 那这些原则不一定适合于 这个在硅谷地区的 这么一个业务的开展 但这种东西呢 要通过磨合和交流 来达到一个 更加好的配合 而不是去采取一种抱怨啊 或者采取一种这种 那我就 我心我素来做这个呢 就也不会有好的结果 其实你刚刚也讲到 就是企业走向国际呢 是这个长虹是很有决心的 但是这里面一个是人才 再一个是技术 另外一个是产品嘛 那刚才我们基本上就是在 人才的这方面啊 你也讲了一下 就是怎么样能够沉住气 有个长远的规划 然后找到一个合适的人 这个很很关键 但是你在 就像长虹在美国啊 在寻找这些技术方面 你们现在有什么样的斩获了呢 一开始长虹在美国设立这个机构的时候呢 比较偏向于一种 就是说我找到一个黑科技 然后呢我招一批人 我开发出把这个黑科技开发出产品 大家都这么想 对 我就能够把企业带到新的高度 那经过几年的实践呢 感觉到这个的这个可信性不是很强 发现黑科技真的黑了 是吧 黑科技可能在 但不一定适合你 是 因为这东西就是说你把一个科技 做成一个产品 其实是多方面因素的 很长的距离 很长的距离 它有多种因素在里头 是个就像你找媳妇一样 这个女人很好 她不一定是你的媳妇 这个事情呢 就是说它是一个多方面的 一个综合性因素的存在 那这个今年年初 这个接手这个美国的这个机构以后呢 我们在策略上要做了调整 在心态上要做了调整 那更多的是以这种 了解在这个地区 或者在北美这个市场 他们缺的是什么东西 那么我们为这个市场 能提供什么东西 因为中国的制造企业 它不一定是说 我来美国市场就一定 只能会提供产品 其实我们还可以提供很多 别的方面的一些服务 比如提供什么呢 比如 我就举个例子 一方面呢就是说 我们可能能够跟这边的企业 进行一些共同的开发 叫做技术合作伙伴 来提升这个新的这个市场也好 提升我们现有产品的竞争力也好 第二呢就是 美国其实现在的这个 这个硬件制造能力 是比较薄弱的 那在这一块的话 长虹有非常强的硬件制造能力 那我们以硬件供应商的方式 跟这边的软件合作伙伴 进行合作来提供整套解决方案 并不是说 我要把我的整体产品带进来 更多的是 我们合作做一些东西 来达到一个共赢的 如果你合作的话 会不会冲淡了长虹的品牌呢 比如说今天你找到 美国的公司的这个合作伙伴 那么这合作之后呢 它可能用的 还是长虹的品牌吗 那其实品牌是一个 很重要的战略 那么这个呢 我们也在探讨 就是长虹来北美市场 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的品牌 我认为就是中国的企业 来到北美 如果想做大的话 一定要有这种 断臂的这种决心 断臂 对 为什么这么讲 我们很多企业在国内呢 可能已经是一个知名品牌了 那他们就沿用同样的品牌 在做欧美市场 但其实这个呢 是要非常谨慎的 因为很多品牌 可能它太中国化 它太固化了 在欧美市场 其实是完全一个不同的 一个文化领域 和一个消费领域 那对企业有时候 反而是一个限制 并不是很多企业说 我就借应我以前 这个积累的品牌优势 来欧美做市场 其实这个呢 要非常的谨慎 举个例子 就是 我这个也是 我比较佩服的一家 在我认为 走向世界 非常成功的一家企业 就是步步高 哦 步步高 对啊 中国也是很有名的电器 对 步步高 在他们来美国之前呢 在国内应该也是一个 比较知名的品牌了 知名的企业 但是你要在美国说 步步高这三个字 你在美国就没法推开了 那这个 后来这个 段永平来美国以后 我觉得这个 这个段永平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个中国企业家 我觉得他非常有智慧 首先在品牌速力上呢 他采取了两个 我认为对现在的这个步步高 有决定性影响的这个动作 取了一个OPPO 对 在美国的名字叫做OPPO 我觉得蛮喜欢 蛮喜欢OPPO这名字 因为我的很多美国朋友 他们都知道OPPO 所以OPPO区在美国相当有名 那你知道他怎么把OPPO做起来的 怎么做起来的 因为当时他的总经理是我的朋友 那么所以他们当时的很多决策过程 我还是比较了解的 现在也是经常我个人 作为一个典型范例 想去学习 他们来到了美国以后呢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 他们决定做一款DVD播放机 其实那个时候呢 DVD播放机已经很多都是 十块钱 二十块钱 现在对啊 而且都不太有人用DVD 对 就2000 2004 005年的时候 他们来得比较早 然后呢就是高端一点的 像索尼呀 这个松下呀 Panasonic Panasonic 大概是200美元左右 我们家买的是Panasonic 然后他们就选定了做DVD播放机 选定了当时 在DVD播放机的一个下一代产品 蓝光播放机 蓝光 烂到大街的产品 但是如果我们能把它做成全世界第一 而且是我们企业 我们认为只要大家同心协力 沉下心来做 是能做到全世界第一的一个产品 那我们一定会打下一片新的天地 所以在它这个制造原则情况下呢 OPPO就是这个步步高 大概是举全公司之力 花了两年时间 两到三年时间 做了一款DVD播放机 做到什么程度 在Consumer Electronics Report 我们叫消费的电子 这个 CES 对 这个非常 不是就是消费的电子报告 消费指南 就是美国博物杂志 去评论这个电器好还是不好 对吧 它是一个第三方评论机构 很多人采购都是先看 Consumer Electronics Report 来买东西 对 OPPO品牌的蓝光DVD 连续三年 被评为全世界最好的 真的成了全世界最好的了 对 一下子就是 它其实是通过一个蓝光DVD 的这个打造 树立了它的形象 OPPO好到什么程度 这个谁啊 我的朋友跟我说 Tim Cook都买的是OPPO的 哇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成功的案例 对 就是一个企业来美国发展 那你如何去确定自己的这个 这个长期发展 战略很重要 我不是说我来美国 我马上找到一个 这个赚钱的机会 而是在想说 我要想做一个伟大的企业 我想树立一个 高端品牌形象 我怎么来做 那么它是通过选择一个非常 我们叫commodity的产品 但是通过一个非常精心的打造 中间还有很多故事 他们怎么把它打成成一个世界一流品牌 这样的一个产品 后来进了的 其实可以说现在硅谷所有 这个知名人士的这个家里头 用的蓝光DVD 都是OPPO的 OPPO的卖价是800到1000美元一台 那比以前还贵啊 比别人贵 别人才200美元一台 对 贵好多 卖断货 卖断货 对 他们现在的这个销售量 每年大概10万多台 是什么概念 所以呢就是说 但它最大的意义 我认为它最大的意义 它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企业成功 走向海外成功的一个案例 它最大的这个几个因素 第一 这个非常清楚 他们想要什么 第二 有个非常长远的目标 对 第三呢 有一个 坚定不赢的执行方案 就不受别人影响 那第一次在品牌上 采取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 我相信如果说是 沿用步不高 它可能做的质量再好 可能也很难在美国市场被认可 对 没错 反而OPPO这样的一个品牌 那这个品牌的成功 其实为他们后续做手机 是打下了一个坚强的基础 现在我明白你说的 这个断臂的这种决心 是什么意思 断臂就是说呢 你可以放弃过去 像步不高在国内 这么有名的一个品牌 因为你到美国来说 解释这个步不高 光解释这个步不高 这三个字 就得花很多的功夫 step up 对 step up 但你听起来又拗口 而且不容易记 但它变了一个名称以后 实际上给它企业 带来了新的声誉和发展 对 这就是一个我觉得 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例子 其实在这个 今天我们在长江的这个企业家 有很多都是智能硬件行业的 那这个长虹呢 在智能硬件这块也有一个 就是你们做的一个 就是连接模块 做的比较成功的 对 这个长虹呢 作为一个老牌的这个家电企业 我们一方面呢 在这个更加的就 在这个产品布局上 更加有更开阔的视野 同时在一些拳头产品上 我们也抓住一些机会 那长虹在智能硬件上呢 可能还有很多这个企业 或者我们的这个 这个学院的这个 这个学者不知道 可能你已经跟长虹在合作了 嗯 我们现在在这个 物联网无线连接模块方面的 出货量 现在全国应该是 远远超过我们的竞争对手 嗯 去年的出货量达到了 四千五百多万 嗯 那今年有希望超过六千万的出货量 嗯 可以说在中国是一个 文具第一的一个位置 嗯 那这样的一个 在智能硬件中的一个特殊 这个元器件的这么一个领先地位 嗯 其实也是目前我们北美 中心在权力支撑的 这么一个发展方向 嗯 就拿这个部件来作为一个 案例来说 嗯 目前长虹 它作为一个制造生产厂商 嗯 已经占据了一个非常优势的地位 嗯 但是呢 这里头也很有危机 因为 呃 其中很多核心技术 嗯 包括我们的这种 处理器呀 包括我们的一些 无线连接模块的这些 这些这个 鞋疑呀 它其实都是海外技术 嗯 呃 在很多方面我们是缺乏 非常强的自主定义 自主开发的能力的 呃 但这个东西在硅谷就有解决方法 嗯 因为 硅谷作为一个这种 呃 核心技术的合作伙伴 你其实也就是说在 硅谷在北美啊 找到了这个技术的合作伙伴啊 对 你在找这个合作伙伴的时候 有什么经验给我们这个分享一下 就怎么去看 你找一个这个合适的合作伙伴 你怎么判断它呢 呃 呃 这个呢 很多可能还是要呃 那这样的一个市场地位 如果我们用来做的很强 那一定能确保我们在未来几十年内 都不可能有竞争对手 嗯 所以这就成了我的一个这个 一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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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战略目标 当然我也会 及时地跟这个董事会去反馈 那么 在 获得这个总部的这个 确认的情况下呢 我就会有很有目的地去寻找这方面的一些技术 嗯 我会去分析在这个 呃 呃 这个物联网模块中 哪些核心技术 是通过寻找到某种技术手段 是可以变成我们自己的技术的 可以让我们在整个产业链中 掌握主动权的技术 呃 所以所以说你首先要非常清楚 你想要什么要非常清楚 嗯 这样的话你在去开会的时候 去参加活动的时候 硅谷最好的 呃 这个好处就是活动很多嘛 对对对 各种各样的聚会 各种各样的讨论会 识别人才 对 各种各样的这个产品 这个介绍会 但是呢 为什么很多人说我来硅谷待了几个月 好像什么也没找到 其实就是不是有心人 就做事情一定要做成为有心人 嗯 你只有有心 你听到的就不是 从你耳边就走过去了 对 带着这个使命感 对对对 对公司的了解 和带着这种使命感 然后做一个有心人 在这个各个场合 去寻找你需要的人才 是的 是的 一个是呢 就是说你肯定是一定要非常清晰 你要有什么 嗯 第二个呢 你一定要走出去 走出去就是 呃呃 任何企业 尤其是在硅谷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 如果你只是闷头在自己的公司里头 呃 和在国内差不了多少 你基本上就在跟北京上海一样啊 啊 只是读书看报 得到一些信息 但它并不往往不是第一手资料 对 因为这边动态变化很大 对 所以你要让自己变成一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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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主动找你的 你就有机会 去找到你想要的 你说得很对 就是愿意分享 可能很多国内的企业 它在国内做得很成功了 来到美国之后 它觉得说 我们不需要去跟 好像就是说 一些人交流的话 耽误我们的时间 但你确实是不一样 也是因为 我跟你的了解 所以在我们想到 这个话题 要跟长江商学院 合作做这些事的时候 首先就想到了你 因为我听你讲过 长虹的理念 和你们所做的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在企业走向国际的 这块就是给我们 一个清晰的这样的一个 我觉得能够 很有价值的 这样一个分享吧 可以说是这样子 其实企业走向国际 我觉得品牌 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中国很多企业 因为它在国内 已经属于大品牌了 可以说家喻户晓 比如像长虹也好 步步高也好 这样的企业 它来到这边以后 在这个品牌 和企业形象的树立上 其实我自己认为说 中国企业做的是不够的 对 其实我认为品牌 是两种 是两个 一个是你这个企业品牌 就是说 当人家 在这个一个环境里头 听到这个企业的 这个名字时候 它是一个什么的 一个 一个 叫做反射性的 这个定位 对 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的产品品牌 对 我觉得这两个事情呢 其实是可以分开来处理的 并不是说我 公司 形象品牌 和产品品牌 一定要挂钩 尤其是中国公司 走向海外以后 那么 我 这些呢 当然都是 还是在尝试过程中 在海外市场的话 我们现在的一个尝试就是 至少 我们的一个努力 就是希望 藏红呢 它作为一个企业形象品牌 就当大家 听到藏红的时候 知道说 这是一个非常 可信的中国合作伙伴 他们在某些方面 有非常强的能力 那么 我现在要突出的 就是我们在 两个方面 有非常强的能力 一个是 硬件制造方面 第二个呢 就是在 国内市场开拓方面 国内市场 因为这边有很多企业 还是愿意去 进到中国 也就是说 你出来的时候 比较老小的时候 我怎么把产品卖到美国来 你也要想到 我怎么能 帮助这边的企业 帮助这边的企业 去进入到中国市场 这样的话 你才会建立你的朋友圈 但是说实在 企业也是想把产品 卖到美国来 还是想 这是这个基本的一个想法 那你们怎么 就是说 藏红的产品 刚才你提到 就是根据 跟合作伙伴的这种合作 然后把它卖到美国 现在呢 就是我刚才讲了一部分 一个是企业形象 就是我希望通过这样 建立这么一个企业形象 让很多人愿意来找我们 对 这是很重要 产品 愿意找我们的话 我们就有了一个可操作空间 我就举个例子 就是前段时间 有一个在美国费城 就东部的一个startup 一个创始企业 一群非常非常能干的 美国白人工程师 一旁小伙子 他们设计的一款非常优秀的 非常我认为 很酷 很fashion的这个 这个创始空调 非常high tech的创始空调 无论从设计 从外观上 你一看就会非常喜欢 就完全跟我们国内的产品 完全是不在一个档次上的 但是呢 他们的问题就是 他们没有工程实施能力 他们只是在自己的 这个创业的这个车库里头 把它设计出来了 那他们找到了我们 找到了我们呢 这个我们经过 这个一段时间的努力 也就是把长虹的 这个制造的优势 发挥到极致 经过我们 那么大概合作了半年 这个产品现在做出来了 做出来了 这次我们CES会有展 会进行一个 在我们的这个中央部市场 会有一个展览 那这个的话呢 可能我们就会 当然了 这个合作是一个 基本上是一个捆绑式合作 那么我们现在会尝试 用这个美国这家公司的品牌 来在美国市场先做 因为它无论在设计 在理念 在宣传上 确实比我们强很多 确实比我们强很多 比我们更接地气 我说是更接地气 那我们也在考虑 也许可以通过这样的模式 去培养一些我们的海外品牌 当然海外品牌 当然前提条件是 已经通过前面的 这个合作条款的 这个协商 已经是跟我们绑死的 那通过把这个品牌做大 它很有可能就成为 我们的衍生品牌 在海外的衍生品牌 所以跟OPPO是一样的 一个异曲同工的一个做法 的确是 我们已经不知不觉 讲了好长的时间了 那么关于就是 中国企业走向国际 图总这边有很多的 非常宝贵的经验 不管是从教训里面 总结出的 从成功里面 总结出这些智慧 我相信对企业家 包括对公司管理 都有很多的 值得启发的 就是启发我们的部分 在这个节目之后 等一下我们也会开放 跟大家来互动 如果在中国的 这个长江商学的企业家们 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可以通过这个网络 直接来提问 那么今天这个节目呢 我们也是硅谷看世界 硅谷看世界是一档 这个访谈节目 从2010年到现在 我们做了很多期啊 都是跟这个 就是企业家 投资人和行业领袖的 这个对话 那么今天的这个节目 是由长江商学院 这个深圳玉山科技 和硅谷创新频道 丁丁电视呢 一起来做的 之后呢 这个内容也会在 美国的电视台播出 那么我们休息啊 以后呢 回来呢 就开放跟大家呢 跟图总和我来互动 好 好 感谢观看